1月5日,英特尔和OVIDIA正式为玩家们带来了12代Core移动端和RTX3080Ti,RTX3070Ti移动显卡 而作为业界的知名厂商,IOG玩家国度就将两者结合在了一起 推出了全新一代的《枪神6》专业电竞笔记本 至于它又有哪些新功能,性能表现又将如何 下面就赶紧跟着极客机的步伐,进入本期的首发测评吧 作为IOG游戏本中的旗舰产品 《枪神》系列一直以专业的游戏体验深受玩家们追捧 而作为新一代的IOG《枪神6》系列,企业专为电竞玩家而生 不仅延续了该系列的顶尖配置组合,而且带来了丰富多样的新技术 首先是外观方面,《枪神6》的A面依旧是一个极具败家之眼味道的RG logo 并在这周围,企业内置了RGB灯带,感官上奢华十足 而根据质感的不同,A面还被划分了两块区域 同时由于其机身采用了转轴前置设计,所以突出了一块镂空尾部 至于右侧,则是可替换的磁吸系氧徽章 其可支持额外的颜色替换,个性感拉满 而在C面上,《枪神6》此次也引入了全新的黑科技 也就是在键盘的右上部分采用了半透明工艺,展现酷全个性 至于按键部分则采用了标准尺寸,拥有1.8mm的键程和0.15mm的键帽 支持AWSTROCK闪击技术和单键背光 同时触摸板部分也相比前代拥有了85%的面积增加 而只要点击触控板上的Number Lock键 其就可以换出虚拟数字键,兼顾了按键尺寸功能与舒适度 而经过重新设计的U型RGB底板灯与键盘 也可在配合AWRESYNC软件的情况下实现神光同步 当然,《枪神6》专属的K-Store钥匙也依旧是存在 比如用来启动指定游戏或应用程序 实现暴风增压模式切换等非常便宜玩家操作 而《枪神6》的接口部分大多分布在机身左侧以及背部 且均为全接口设计,拓展性十足 那聊完了整机外观 我们再来看看大家关心的配置方面 首先是CPU 《枪神6》搭载了英特尔最新的12代库人i9-12900H标压处理器 其基于了最新的英特尔7制程工艺打造 由6个P核和8个E核构成 共计14核心2实现成设计 主频为3.8GHz 最高加速频率可达5.0GHz 来到了史上之最 如果与之前的英特尔i9 CPU相比 i9-12900H的单核性能提高来到了25% 多核性能提高了43% 而超强单核与多核性能的结合 也可以有效地提升游戏帧数 接着是显卡方面 《枪神6》搭载了全新的VDL GeForce RTX 3070T移动显卡 其拥有46组SM单元5888个Cuda核心 并搭配了8GB为宽为256bit的GDDR6显存 功耗可达150W 如果再利用ROG GeForce RTX 3070T的性能增强设计 其也可以在前代基础上增加显卡核心频率和功耗 以此获得更加出色的表现 接着是存储方面 由于英特尔12代库略已经支持了DDR5内存 所以此次《枪神6》也是直接上到了DDR5 同时容量和频率也已经来到了16GB4800MHz 可提供1.5倍于DDR4-3200MHz带宽 带来更强性能 而硬盘方面也选取了ETB NVMe协议PCIe 4.0固态 并且还预留了一个M.2接口 方便拓展 除此之外《枪神6》还配备了一块15.6英寸的2K高刹新APS电竞屏 分辨率可达2560×1440 具有240Hz超高刹新率和3毫秒急速响应时间 同时还搭配了AdoptiveSync同步技术 支持100%TCIP3色域等 无论是玩游戏还是看电影 色彩表现都是十分亮眼 另外在散热方面 《枪神6》也依旧是采用了冰川散热架构2.0系统 拥有双风扇加4出风口 加6热管的超豪华设计 而升级版的S-Flow风扇 铁片数量达到了84片 以此让散热效率增加13% 空气阻力减少7% 导热率提升1.69倍 同时CPU采用了与暴力熊合作的新一代Sano Greatly 液态金属导热 对比上一代产品 热传导技术由原本73W每K提高了17%至85.4W每K CPU温度降低14摄氏度 至于其他方面 枪神6作为ROG在2022年的旗舰产品 其也正是为玩家带来了独显输出模式 然后ROG还在此基础上 引入了极限模式和混合模式 最终构成双显三模显卡切换的特有设计 其中独显输出模式 可减小内存带宽瓶颈 提高游戏帧数 极限模式可完全关闭并屏蔽独显 延长续航时间 至于混合模式 则是智能的调控集成显卡与独立显卡 依此来完美匹配用户的使用场景 当然为了能让大家直观的了解 ROG枪神6的性能表现 我们也对此进行了以下测试 首先也是针对CPU和GPU的双烤测试 具体来看 在室温10摄氏度的情况下 用FORMAC以及IDA64通过20分钟的双烤 GPU的温度保持在了70摄氏度左右 而CPU方面各项负载均跑满 其温度也仅为77摄氏度 看得出来游戏本能达到这样的温控表现 枪神6的冰川散热架构2.0系统果然非同一般 当然由于枪神6配备的是DDR5内存 所以可以明显的看到 内存的读取速度和写入速度也就有大幅进步 而这样也能给游戏帧率带来不少提升 然后是针对固态硬盘的Crystal DeskMark硬盘测试中 这块固态获得了6568Mbps的读取速度 和4664Mbps的写入输出 这样的成绩唱完3A来说完全足够了 接着是针对CPU的性能表现 具体来看在Singlebench R23的测试中 这颗i9-12900H处理器的多线程得分为19215分 单线程得分为1937分 已经接近了2000大关 男友这样的表现确实足够优秀 而在Singlebench R15的测试中 i9-12900H的单核得分为276CB 多核得分为3054CB 相比是一代酷睿的i9-11900H 单核性能提升了约13% 多核性能提升了约34% 然后是针对显卡性能的3DMAX测试中 ROG枪权6的这款RTX3070Ti显卡 在TimeSpeed中的最终得分为11243分 整体表现相当优异 接着通过续玩游戏来看 其中在永结物件2K极高画质的情况下 平均帧数能达到120帧级以上 而在果木丽影暗影的2K最高画质下 也能达到94帧 而在开启DLSS之后 帧数甚至来到了172帧 几乎翻倍的提升 表现相当不错 同时在荒野大标客2就熟 2K全特效帧 更是能稳定在60到70帧左右 除此之外 在赛博朋克2077 2K超级光追 顶开启DLSS的情况下 帧数能保持60帧以上 看得出来 A9 12900H加3070Ti的组合 能有这样的性能表现 已经算是目前的顶级水平了 当然 作为一款拥有240Hz 屏幕刷新率的电竞游戏本 强神料在电竞游戏中的表现 也是足够亮眼 具体来看 无论是在绝地求生 还是英雄联盟中 游戏帧数都满足了240帧的电竞标准 而在CSGO中 更是获得了远超电竞标准的 500帧 这样的表现 对于大部分的电竞高手而言 完全是够用了 最后做个总结 作为ROG2012年的重磅之作 全新的枪权6 无论是在功能拓展 还是性能发挥上 其都能满足绝大部分的玩家需求 而其极具特色的 双显三模显卡切换和散热系统 也足以让玩家们感受到 前所未有的新体验 所以对此感兴趣的玩家 行动不如行动 好了 以上就是本次测评的全部内容了 不知道大家对于ROG枪权6 有何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或者弹幕上留言 那如果还想了解 更多硬件相关的消息和克服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极客机 我们下期再见